顺便跟你们提一下 这个是松 我们一直在练松 我们一直在练松 从外到内 对于内 你们知道中医讲 比方讲 喜伤心 是不是 喜伤心 悲伤肺 惊恐伤肾 怒伤肝 忧失伤脾 能听得懂吗 能听得懂吗 喜伤心 你太高兴了 会伤害心脏 悲伤肺 太悲伤了 哭啊 太悲伤了 会伤到肺 忧失伤脾 想太多 想太多 头脑想 事情想 想不过去 憋太多 想太多 伤到脾胃 惊恐伤肾 受到惊吓了 受到惊吓了 伤到肾 怒伤肝 生气 生气了 伤到肝 是不是 中医是这样讲的 就是情智 人的情绪 伤到内 伤到内 伤到内脏 好 请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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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分泌是全身的 为什么悲伤肺 为什么忧失伤脾 为什么 惊恐伤肾 为什么 为什么 怒伤肝 可是中医 就讲怒伤肝 悲伤肺 是不是这样子 喜伤心 为什么 他没有讲 不是 我们是讲的 他讲的是他们之间的联系 可是他没有讲原因 什么动作 接近 接近 但是实质上是什么 实质上 身体上面的 联系 是什么 因为那个情绪 造成那个部位的紧张 要不懂 那个情绪造成那个部位的紧张 所以他伤是因什么而伤 因紧张而伤 为什么紧张会伤 不是运动过度吗 为什么紧张会伤 因为紧张就影响到 他的正常运作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偶尔这个样子 还没关系 紧了 他又松掉 他又循环 你如果时长的 所以为什么最容易伤皮呢 因为优势 通常他的时间很长 你洗是一下子 你不能整天 你洗不了那么久 是不是 悲也会 悲伤肺 比方忧国忧民 是不是 或者一个亲人过世 那个悲 长时间的 所以有些情绪会长时间的 它对那个器官的影响 就会比较明显 为什么 所以那个器官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影响到它的正常的运作 所以要消除 要消除 你要做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学会放松这个器官 要学会放松这个器官 那怎么放松呢 所以对这个放松的练习跟体会 才必须要从外而内 才必须要从外而内 外大肌肉是最明显的 你能够感觉得到它的松跟紧的 跟你们刚才练这个一样吗 我要你去掌握从紧到松跟松到紧 知道吗 你要从这些练习当中明确地掌握到什么是紧到极限 然后放掉那个松是什么感觉 松产生出来一个什么 产生出来一个什么力 从外在的动作 学会这个东西 然后慢慢往里去 然后到巴母掌 巴母掌的内外 内饰跟外饰 就是在教这个 你有没有懂 伸展 比方我心 伸展 请问这个时候它是松还是紧 紧嘛 伸展的紧嘛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它原来是什么 它原来是压抑的紧啊 原来那个地方是压抑的紧啊 所以我把它改变成什么 把它改变成伸展的紧嘛 解除掉那个压抑的紧 收缩的紧 要不懂 所以才要用导引 你要能够导引到那个部位去把那个 把那个收缩的紧 用那个导引的伸展的紧 去除掉那个压缩的紧 然后你再放掉 慢慢就松了 这个是松跟紧的运用 这就是导引的运用 所以导引的功能在哪边产生 就在这边产生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是紧 是紧的嘛 要不懂 昨天看那个一个 那个台大那个愿举正教授 讲到 有人问他精神内耗 精神内耗的毛病 他说现在社会上 现在这种工业化社会 都市社会 每一个人都有精神内耗 精神内耗是什么 精神内耗是什么 就是外在的压力 外在的压力太多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精神内耗 慢慢慢慢 精神内耗久了以后 就成为精神的疾病 或者生理的疾病了 所以他有没有解除的方法 愿与正没有给出解除的方法 因为他是学哲学的 哲学都在头脑里面想 越想越内耗 头脑给你的答案 不能帮助你的身体松掉 看到吗 所以我们要实际上面做 实际上面做到它 所以长久以来 我一直要你们去 要你们去掌握这个 掌握这个 井不会超过您 不会超过您转 这样不懂 也就是说 疏解那个 疏解那个收缩的井 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伸展的井 所以八卦拳的价值 对现代人来讲 八卦拳的价值 是很高的 你们要练会 你们要练会 先从自己的身上 自己的身上先 先做起 先调 因为 根据愿举正讲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会有 有吗 每一个人的情绪 都有紧张吗 表示说我们的身体里面 外跟内都会有紧张 知道吗 只是那个伤害 是多久发出来 是多久发出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不是 但是都会有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要不断地去注意这个 然后用自己 自己来调 你会注意到 我什么地方是井的 然后用这个方式 用你学到八卦拳 这个拧转的伸展方式 把那个井 解除掉 你能解除 你自己身上 一个地方的井 你体会到了 你就能解除 其他的地方 慢慢慢慢 你就懂了 你就掌握到 这个方式了 知道吗 然后你就可以 跟别人分享了 可以教别人 因为这种解除 别人没有办法 帮忙的 晓得吗 他现在研究筋膜 在你去按摩 筋膜按摩 他不能解除这个 更不要说 解除心肝脾肺肾的紧张 只有自己 你只有自己才可以 才可以做 可以做到 做到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 在八卦拳里面 这个东西比你会打 要重要的千百倍 好 再体会一下 再练练一下 再练一下 我紧张